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与阿联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荣玉义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荣玉义的演出 就分享到1960年,由今天开始就由1961年开始了 1961年,第一套演出是《舞爱》 荣玉义飾演张母这个角色 接着就是《鸳鸯刀》 《鸳鸯刀》的上集 即是临凤周冲演出那一套 《鸳鸯刀》 接着就是《万里寻亲己》 荣玉义飾演《七奶》 接着就是一套《可怜的妈妈》 接着就是《万劫孤儿》 他就飾演《情妻》 接着就是《落霞孤母》 接着就是有一套《小孤女》 接着就是《火屈幽兰》 接着就是一套《小红娘》 接着到《鸳鸯刀》的下集 接着就有一套《嫂夫人》 接着就有一套《嫂夫人》 这套《嫂夫人》 就是1962年了 1962年还有《鸳鸯刀》 这套即应该是《嘉宁借然》 这套应该是《嘉宁》 接着就有一套《仙鶯神针》的《伸传》 这套伸转不跟林家兴那套, 这套伸转是没有林家兴的,是曹达华的。 这套伸转是上集, 接着有一套《花花世界》, 然后是《血羞蟹》, 接着一套恐怖剧《黄无怪人》, 然后是《瓊流魔影》, 接着六二年还有一套《情类染袈裟》, 然后是《天山神盒》, 接着到六三年, 六三年第一套是《夜半人朗》, 他就饰演冯二姑这个角色, 接着是《噱头世界》, 然后是《仙学神针伸转》下集, 接着就是《豪门远》, 然后有一套《金石鸣》, 接着六三年还有一套《吸血神鞭》, 然后有一套《武俠犬》, 《剑合金柳依》的上集, 他就饰演石龙婆, 然后是《老趁行大运》, 他就饰演这个《遗太》, 接着也是一套《万剑之王》, 接着就是《剑合金柳依》的下集, 他仍然是饰演石龙婆这个角色, 接着就有一套《古屋行尸》, 然后就是《幸福新娘》, 接着就到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第一套上映的就是《晴之二俊》, 他就做这个《表姑妈》, 然后就这个《霹靂长眉》, 这套又是大堆头的制作, 这是上集, 荣玉依就饰演这个《北冥神婆》, 接着这套就厉害了, 荣玉依在这套是很出名的, 《如来神掌》的上集, 接着就是《感秀天堂》, 然后就到《七宝金刚键》, 荣玉依就饰演这个《罗撒飞》教主, 接着就是《如来神掌》, 就是第二集, 荣玉依就是《无定非还荣玉依》, 接着就是《海底龙荣玉依》, 就是《上集荣玉依》就饰演这个《桑四梁》, 《非凤玉武龙》, 这个《海底龙荣玉依》就是李凤星做主演的, 接着一套《一楼十四伙》, 就是做小红的妈妈, 然后就得运一条龙, 然后就到《霹靂长眉》的《下集》, 这套《下集》, 荣玉依仍然是做《北冥神婆》, 接着就有一套《花花公子》, 接着就人咬狗, 荣玉依就做《容姑娘》, 接着就是《如来神仰》的第三集和第四集, 荣玉依当然都是饰演这个《无定非还荣玉依》, 接着就到《工厂玉依》, 荣玉依就饰演《白城》的老婆, 然后就是《海底龙荣剑》的《下集》大集国, 荣玉依就是做《桑四娘》, 《非凤欲龙母》, 然后就是《难归怨虎》, 接着就是一套《一美靠滚》, 荣玉依就做《包租婆》的《宜姑》, 然后六四年还有一套《摩登二世祖》, 她就饰演老太太, 接着就是《富贵满华堂》, 然后就是《雪花神剑》的上集, 即是第一集, 她就饰演这个《余英花》, 接着就是另外一套武俠剑《炎黄凌》, 荣玉依就饰演《淨余师太》, 这个《炎黄令》就是1965年, 接着65年还有平嫂的上集, 接着就是平嫂的下集, 在平嫂里面, 荣玉依的角色就是陈素珍, 接着就是另一套武俠剑, 陈宝珠主演《玉女英雲》上集, 荣玉依就做这个陀背的老虎, 然后就另一套武俠剑《鹿子琴魔》, 是涉家燕做主角的, 这一套都是65年, 接着65年还有一套武俠剑《倚天屠龙记》的第三集, 这一套《倚天屠龙记》是林家兴陈好球主演的, 他就做这个很适合他的身份, 灭绝师太, 接着65年还有一套《双丝湾之戀》, 然后就是这一套《玉面炎罗》的上集, 《荣玉依》就飾演《蓝宫淑伟》,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荣玉依》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要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希望多多支持,订阅我们的《阿恩》和《铝宫》频道, 下一集继续跟大家分享《荣玉依》的演艺人生》,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拜拜!